见到玛琳娜的时候,她正在店内忙碌着整理新鲜出炉的糕点。 门店的正中央,一块妇女威家的牌匾格外显眼,玛琳娜正是这个妇女威家的家长。 不少遇到困难的人或者闹矛盾的夫妻都会慕名前来,玛琳娜总是耐心接待并给予帮助。 日前,记者在福州约访了玛琳娜。 道香园包送天下糕点有限公司是一家台企,董事长玛琳娜来自台湾新竹。 2002年起在福州创业。 我觉得大陆政策对于我们台商来说还是相对是非常优惠的,因为无论说我们在经商还是生活上,我都觉得对我们特别的照顾。 我是认为说大陆市场很大,我觉得未来应该是在这里的。 扎根大陆19个年头,玛琳娜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,尽己所能为当地需要帮助的妇女儿童提供服务。 大陆让我感觉很淳朴,很亲切,因为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台胞几乎都是很友善的。 从他们的眼神当中,言行举止当中,我能感受到那种,就是不是陌生了,很亲切,跟家人一样的。 那大家都相复的,在这种情形下,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,我就觉得我自身条件还行,我很愿意就是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他们,那慢慢的也就做习惯了。 在持续做公益的过程中,玛琳娜接触到了当地的妇联,知道了妇女威加是基层妇联组织,针对一定范围内的妇女开展威活动,提供威服务的一个平台。 于是,她便申请将妇女威加落户在公司,以便能为妇女儿童实实在在多做一些好事。 采访中,玛琳娜也给记者分享了她帮助一位空藏老人的故事。 蛮心酸的,大概七十几岁,她就一个人,而且是住在七楼,没有电梯,她几乎就都没有下来。 前前后后大概一直到现在有三年多时间了,我都定期的回去看望她, 然后给她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,然后我也会定期的帮她去打扫卫生,推她下来,像有太阳的时候,我就推她下来晒晒太阳。 除了空草老人外,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,玛琳娜也十分上心。 她告诉记者,店里坚持每月四次给孩子们分蛋糕,这个善举已经坚持了十多年。 他们有的甚至都没吃过生日蛋糕,生日都没过过。 那后来呢,我就想说,那我是做这个行业的,那蛋糕对我来说,我自己做了就有了,我就跟他们约定好时间。 然后就这样子慢慢慢慢,从八个孩子到十个,最高峰的时候,有一次八十几个孩子。 然后我还去订了一些书包,文具,又要从姐的手分发给他们,他们直接叫我蛋糕,还有人叫我包包。 玛琳娜告诉记者,对于公益事业,她会一直坚持下去。 近年来,在福州市台协会中,有不少的姐妹也加入到了她的队伍中。 在玛琳娜看来,只要妇女朋友们相信妇女威加这块牌子,她就要起到家长的作用,担起家长的责任。 自从挂了这个妇女威加完以后,我就觉得那是一种侄责,所以也是说边做边热爱吧,应该这么说。 然后就变成已经放不下了,因为会有一种牵挂。 就像现在马上临近春节了,那天气冷了,我会想到说,他们的棉被换了没有。 所以说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做到一半停下来的。 自己心里那道光过不了,一定会坚持做下去。